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4月4号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聊一聊这个盛雪 受到黑动物帮的攻击这个事 在4月1号这一天被纽约时报给大幅报道出来了 另外一个我想聊一聊我自己受到所谓的官府砸锅 合同工的围攻和抹黑造谣诽谤的这个事 好 谢谢大家 太有意思了 今天下的这个鹅毛大雨 下的这个雪片 落到 车上落到地下立即就化掉 好 二 我说一把这行车头